本章主要分享的是穷人必穷的原因第16课 讲的就是所谓的穷人的家里没有书与智库 那我们大家来想象一下 大体上穷人家里都很挤 很挤的话基本上来讲应该就不会有什么访客 这个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讲 他说这一辈子只有我去过他的家 然后为什么只有我他去 因为他觉得他的家太拥挤了 那也可以说因为他的能力太强了 他会修很多东西 所以他的家里有很多这种电脑 笔器型电脑 电源供应器 甚至一些音响设备 反正就堆一整个屋子 他觉得说这样去照顾 或者去接待朋友是不适当的 所以其实就只有我去过大家 那我们今天单纯来讲 那但是问题我这个朋友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也就是说基本上他是一个很有骨气的穷人 然后那我们来相形之下 我们来想象 如果一个富友人 富友的人基本上家里可能就会有书 那富友人通常也会接待很多朋友 而这些朋友可能也是很聪明的人 所以他会请到家里来 那在这过程当中 无情之中就会影响到你的小朋友 可能在知识上给他影响 在对话上给他影响 在人际关系上给他影响 那这是很大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让我回想到有一次 我曾经送小朋友去国小 那我笔者一个习惯喜欢带的一本原文书 这样边走边看 那那时候在等待我小朋友回去拿签字 就是说一些家庭联络部不知道有签字 然后我们在等待签字的过程当中 我就在那里把书这样翻起来看 突然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朋友跑过来跟我讲 他说 他说 我好好英文 你英文也会变得比我更强 然后他就很有兴趣 那个瞬间眼睛三成花亮 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可是我家里没有书 我就跟他讲说 你家里没有书 既然连书都没有 那当然更不用讲一本英文书 然后在这时候我就把那本书赠送给他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为什么要去讲这个东西 其实你可以想象看 一个小朋友家里连一本书都没有 连一本英文书都没有 那如果说万一他在无聊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去开启他第一本书的学习机会 各位看 其实很多我们在很多文豪 过很多写文章的人 大部分他的阅读数量都很大 那你可以发现 大多数的那一些人 他的最少启门 就是因为家里父亲很忙 母亲也很忙 可能也没时间跟他讲话的过程当中 然后他就进到他父亲的书库里面 就是反正就是百书的地方 然后有什么就翻什么 然后慢慢渐渐翻出兴趣 甚至有的人 我们今天单纯来讲 有的人是怎样 他今天学英文竟然是从一本字典 被字典 然后把英文学好了 那这个国外有一个例子 国内有个例子 那为什么他们是透过字典去背英文 其实基本上来讲是 前者的例子 在国内的一例子 讲的是因为说 他那时候他没有办法取得其他的英文读物 所以他就针对英语字典去下功夫 那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的一个例子 一个知名的人权作家 他是因为他给关在监狱里 没有东西可以看 所以这过程的时候 他就把这本字典背起来 去研究字典的案例 然后去把自己的语文能力具备起来 那更多的例子 是基本上是很多 他们在小时候 就是因为无聊 然后开启了第一本书的学习机会 然后到最后就变得大文豪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万一你家里没有书 那你可以教你小孩子什么东西 教他发贷吗 还是傻傻的做 所以一个小孩子会找书看的 跟不会找书看的小朋友就插在这里 所以我们常讲 穷人家里没有书 也没有智库 那换句话说 穷人是没有未来的 因为知识是未来的最好保证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经验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 自在法败这本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